我今天讲主义主义的 好慢 主义主义的1-1 这个学说呢是科学史德伦 科学史德伦 它代表人物本来写的是亚里斯多德 因为亚里斯多德那边有成熟的本体论 本来代表人物是亚里斯多德 亚里斯多德就把存在彻底的把握成存在者 一个场域下的存在者 所以存在者的序列的分类学 就是所谓的本体论 ontology 所谓的试论 那么主义 这个科学史德伦 写成英语 Scientific Realism Scientific Realism 它是一种realism 是一种形而下学 它是个形而下学 没有反思理 它没有反思理 没有反思理 因为秩序上是一字头 它对于终极秩序 对于世界的背景性的秩序 就是说场域论上是一 场域论上是一 这个一就代表一个就是标准场域 一个就是无所不保的一个场 这场就是宇宙啊 宇宙 Universe Universe 那么拉康的大学话语 什么 Discourse of University of Universe 就是这个 就是说这里面 它的能指令 是感受不到 它能指令 有任何问题的 一杠一的人 他就是 他就是 首先 他是一字头 他对于这个 根本场域不反思 但是这里 这个宇宙 它 是一个科学化的宇宙 科学化的一个宇宙 为什么呢 也就是说这个宇宙 实际上是一个场 是一个秩序场 是一个秩序场 这个里面秩序是 就是严四合奉的 完美拼合起来的一个秩序场 那里面主导秩序就是科学 就是数学化的物理学 数学化的物理学 然后再由物理学 依次上升吧 物理学 化学 生物学 然后人类学 然后社会学 心理学 心理学 可能心理学还放在 放在这个中间 这后面秩序就会乱掉 因为你要搞这个科学化的一个 纯宇宙的话 只要介入到主体性 它就会断裂 这个秩序场的龙冠性 就不能维持 就是他没有意识到 就是他默认 默认这个场 这个宇宙这个场啊 它是 里面的秩序都是 每个点上都有全部秩序 整套秩序吧 这叫各项同性的 各项同性 然后是 这个秩序都是 放之四海而 接准的 这个这个宇宙就是个秩序场 就是个秩序场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理解秩序 就像这个 打篮球的时候 那个场上 在场上要 服从各样的规则 怎么是持球状态 怎么是运球状态 怎么投篮状态 怎么犯规 怎么怎么样的 那么在本体论上 它多了一个本体论 这个本体论就是所谓实体啊 实体 规定叫物质 叫实体 entity entity 装配起来的 它的那个 存在之物啊 装配起来的存在之物啊 是的东西 存在的东西 装配起来的存在者 什么样的存在者 装配起来的那些存在者 它是由这些秩序场里面的秩序 这些秩序呢 它怎么样 它 产生它们 或者叫派生出场门 派生出这些实体啊 这些物体 这实体也比如有哪些啊 一般的科学时代论者就是说啊 什么电子啊 什么光子啊 还有什么什么高级点 或者什么西格斯场啊 洛相互作用啊 这些 那这些场本身不是实体 这场本身也是秩序场啊 这场本身是秩序场 然后宇宙是各种规范规范规范作用的场规范性的那些作用的场叠加 但是对普通的科学时代论者呢 他不会深究 他不会细究 他认为就是说一切实体啊 比如脑子里面的各种元素啊 各种化学元素啊 化学元素啊 各种粒子啊 各种啊 相互作用啊 还有能量啊 他们都喜欢能量啊 这种东西 或者他们那个物理主义以上那个物质啊 他们的以上那个物质 matter 这些东西通通都是化身啊 通通都是化身 通通小弟啊 小弟是谁的小弟呢 是这些科学秩序的小弟 你脸上的这些东西 他通通都是由这些东西组成的 科学时代论者就默认 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东西啊 只有一种东西 本体上只有一种东西 就是由科学秩序所派生出来的实体 除此以外什么都没有 或除此以外这种东西 他们就不评论为是存在的 他不认为其他东西是存在 而只认为其他东西是莫名其妙的一些 性状啊 性质啊 一些附着在实体上面的一些 偶然的东西 偶性 attrib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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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attribute to attribute 就是复复于实体的一些属性啊 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规定性啊 这些东西 那么这些东西呢 实体当然会有他的一些属性 所以他后面科学时代论者 如果他聪明一点 是他会走向一个经验主义者 然后会有实体和他的偶性啊 偶性或者他的属性 属性 然后属性本身会有分类学 会有分类学 但是这一套分类学怎么样 这套分类学 不太服从这个场的秩序啊 因为这套分类学立刻会出现什么 这套分类学立刻会出现一些时空属性 会出现一些时空属性 时空属性 时间的空间的广延性啊 时间的延绵性啊 连绵性 之间的还有有的就是说 时间上不连续的离散的啊 甚至是空间上也是离散的 不可不可测的 那这些性质呢 他就没有办法化约为 秩序场里面的秩序 没有办法化约为 数理化的那一种符号性的秩序啊 就是说呃稍微理解一些近代 就现代科学史运动的里面的 是主要争论 而不是只是知道他的结果啊 不是只是知道他的结果啊 啊科学史迦论者偏大多数都是为各工业国 工业国的呃应试教育体系 应试 应试教育体系 应试教育体系啊所培养出来的 一杠一dling一杠一杠一杠一 这是比较顽固的就是一形态上的保守者 要保守 然后它也是呃 某种意义上说是異化的 这些劳动者 科学时代论的那些劳动者 往往都是异化的 就是把自己 把自己当成什么 把自己当成一个物啊 把人当成物 然后物到体系里面去定价 到一个秩序场里面去定价 秩序场里面去定价 我曾经去中科院招过人 招力学博士 力学人 学力学的博士 然后问他你知道 相对论吗 他都知道 那你知道这个 杜龟张亮吗 metric 这个tentors 你知道吗 他不知道 我说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他说我们就学经典力学 我们力学是经典力学 他力学就是 用的那个模型 都是经典力学的模型 他里面就是 完全不考虑相对论效率呢 不考虑那种高速的 高能级的那种状况呢 不考虑的 也不考虑微观层面的 就是量子力学那种的 他就考虑一些 比如说什么大桥啊 他的硬力啊 什么 混凝土啊 里面的那种张力啊 什么这种东西 啊 然后我说 对出版有没有什么文化创造 有没有什么希望 他是个女孩子 他说 你多少钱 啊多少钱 就是说 他就把自己 他就认为自己本人 他甚至会认为自己本人 也是一个由教育的 他这个秩序场就是知识 知识 科学啊 教育的一个 这个这个场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秩序 有秩序秩序 就是物理学规律啊 什么这些东西啊 给他 加载到人上面 然后把人变成一个 有知识的 有知识的专家 知识的专家 然后这个有知识专家 他被教育体系知识科学体系给装配了这一系列这种 数理化的这种 数理啊 数理这 Mathematical的 数学化的啊 就数学化的这一些秩序 这一些公式啊 法则啊 一堆法则 一堆公式 一堆定理 一堆公理 银理 定理 乱七八糟的 然后他就觉得这个作为一个有知识专家 那在无缝衔接到啊 无缝衔接到劳动力市场里面去啊 资 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里面去啊 或者说一个 专家共同体的市场里面去定价啊 你是什么职称 是什么学位 是什么 什么 什么 什么样的收入啊 什么样的 这个学术界地位啊 什么样的 商业地位啊 你商业价值等等等等等等 都规定好了 他不会反思的 they won't reflect sildom 很少很极少反思啊 那么这个一杠一啊 实际上就是说是一个 在里面没有主体性的位置啊 在这个场里面 以及在这个本体论里面 本体论里面 在这个原初的发生学 本体论发生学场也好 或者说在这个本体论空间里面 都没有主体的位置 通通没有 主体被异化了 主体被当成物了 主体是 也被看成是过 经过这么一个 由秩序 加于定向培养 或者定向装配 让主体就是人啊 变成一个物啊 变成一个 掉到市场上去定价的一个物 那么这个过程就是标准的 fetishization 标准的fetishization fetishization 不说他异化 他还没到异化呢 其实我刚刚说错了 其实刚刚我说的鲁卡西异上异化 这里应该叫物神话 fetishization 把自己变成这个 comody comody 把自己变成商品啊 commodity啊 把自己变成商品 commodity 把自己变成商品 会有这种意识形态的人 就是过分把自己当成商品了 那么这个商品不一定是被前定价 不一定是被前定价 也有可能是被什么一个等级制里面的一个 等级制里面的比如说一些积分啊 啊那个论文数啊 论文数量 就是一些指标 等级制里面的一些指标 被这些指标 指标当成规则 变成规则 问题是这指标谁定的 他们不去思考的 they won't reflect about it 科学时代论者他反过来不去思考 这些指标的制定本身有没有科学 maybe not maybe not 他们会抱怨一句啊 这个基本上是理工科标配的意识形态啊 理工科学生 理工科学生标配意识形态 学生啊 这是学生 稍微有点科学哲学素养的教授 稍微有点科学哲学素养的教授 素养的教授 为什么要科学哲学素养 科学哲学素养 它意味着有 它有学术管理能力啊 学术管理能力 学术机器的生产也是需要就是锻炼的 学术管理能力 那你就得知道要有不同的学科搭配啊 有些搞统计的有些搞啊 基础理论的有些搞实验的 有些搞什么什么 甚至有些专门写论文的 啊有些搞他的就不同这几个的一个统头 我往往是他自己啊 往往是这个学者本人 他要科学哲学素养 他也知道就是他同行里面 他就是这个是个名义 我不想多讨论 I don't want to talk much about it 我要说的就是说这种过程啊 他发生是是迪卡尔 其实是迪卡尔 迪卡尔为开端的 迪卡尔首先把那个符号化的用点 就是他在迪卡尔坐标系里面 一开始是一个不知道多少度的一个坐标系 在这个里面 他把点本身给抽象出来了 把point给抽象出来 点还有这些横线都给抽象出来了 在迪卡尔之前的那些人 刘顿 就在之前什么加利略这些人那边 这种示意图啊 他不具有迪卡尔意义上的抽象性的 啊比如说他 比如说加利略画一个什么 一个球滚下去 他就觉得他画的一个坡 只是一个 不是一个抽象 只是一个拟象 只是一个似 近似 或者只是一个就是一个理想 理想状况 理想性的 理想性的画一个坡 用一条线代表一个坡 但是在迪卡尔那边 他的抽象使得这些线条啊 点和线 这些绵延点和线 位置 距离关系 位置 距离 还有他的关系啊 还有他的 这种定性定量的这种啊 这个东西也不再被看成是某个现实当中的一个场景的一个理想化 而被看成是数量本身 数量本身 量本身 被看成是量本身 量本身 被 表象化 啊 quantity 量的话可能是另外一个词 不管了就是量本身这个维度啊 量本身被表象化 被表象化 啊 这个表象化实际上其实抽象化啊 抽象 抽象之后把它表象化把它画成这种东西 关键问题是表象化而不是抽象 你说抽象的话加略略画的这个一个坡 他也是抽象 也有某种 obstruction 把一个一个东西的特殊的属性抽出来 然后再 关键在迪卡尔那边他不仅仅把 抽出来 他已经够抽象了 本来就是数了 本来就是数啊 数数的那个 数数量的关系 他本来就已经是数了 或者说他是从具体的现象当中总结出这些数啊 这些关系 这些什么成正比 反比啊什么 一倍两倍三倍 或者平方这个关系 他抽象已经之前抽象了 但是迪卡尔伟大的地方就是他通过坐标系的方法 再把已经抽象好了的东西再给他复行了 再给他复行了 在一个均质的符号学场里面 均质的场里面 这个均质场什么就是纸张 纸张啊 就是纸张 纯白的纸张 纯的啊 平的 乃至于白的纸张 这个纸张上面对他进进行这个表象化 那么首要的表现化是把它画成是一个空间性的场 空间性的场 空间性的场 空间性的啊 一个的一个场 一个坐标系 啊 他有参不同的参照点啊 每一个点参照不同的有不同的就是 他是个结构主义系统 实际上 结构主义系统 那么在这个场域里面就使得 这个 他这个在这个场域里面就使得啊 那种数学关系啊 数学关系 数学关系 本身啊 啊 具有了最低限度的最低限度啊 限度的 这个本体论化啊 这个本体论化啊 本体论化 本体论化 本体论化就是最低限度他要空间化 然后变成一个这种啊 数学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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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而在迪卡里面伟大的地方就是数学关系本身 还有最低限度的一个本体论化变成空间模式 他不是这不是几何学 但是 it's not geometry it's just some kind of 统计表达方法啊 这个东西呢就使得这个 这个1-1的最明显的一个这个装配活动啊 装配活动 就是把秩序本身装配成一种表象化的或者至少是变成一种固定的存在 在一个场里面在一个均质的存着一个平和均匀的场里面画成一个固定存在 这个场就像那个纸张可以翻来覆去一样的啊 他就这个这个场本身也是各项同性的 好吧 那这个活动呢 他是可以看成现代科学的开端 真的意义上应该是迪卡尔这里开始的 因为就到迪卡尔这里的时候 我们才开始意识到科学的运行啊 科学的运行 他是在一个 他是在一个科学可以运行在纸张上 不需要在脑子里 他可以在纸张上运行 科学的运算和推理 运算和推理啊 推理活动 不需要靠思想实验 不需要靠脑子在纸张上运行就行了 就是说纸张变成一个最基本的计算机的 最原始的计算机 计算机啊 就是代替人脑 也就是说 在迪卡尔这里已经预寒了一点就是 无意识 无意识具有知识生产力 无意识具有 知识的生产力 知识的生产力 你们越是学科学学牛逼的人越知道 就是说当你推导出来的世子 你不能理解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意识不能够把握他的时候 但是你就认他是对的 认他是真的 他在现实当中他有表象化 他有比如在现实当中装配起来的 他这种本体论的效用 具体的现实的效用的那种能力 那么这个当中秩序变成现实的存在这个过程是 由无意识来掌握的 他不是你意识不理解他 不明白不了解他的 不懂他的 懂得吗 在在迪卡尔这里是首先的首先的 就是看上去好像是一目了然的 但实际上其实你不理解他 就是就是现代哲学的一个特点就是 人可以不理解那些公式 不理解那些推导过程 但是你就是按照规则按照秩序 按照结构主义的那个一个符号系统里面那些 规则内结构即将去推演 就是一个无意识的一个结构 他具有知识的生产能力 知识的生产能力 这个知识他不仅仅是一个主观的知识 他由于他中间是无意识 由于可以说 由于这个这个知识的生产过程 是由现实的具体的自然的本体论所自己引导的 他自己在引导他 主体只是个中介 主体并没有意识到 主体是多余的 主体不需要意识 主体只是个观看者 他在推演这些数学公式 他的本体论意义的时候 他并没有理解他有什么本体论意义 you understand that 在这里关键一点就是 为什么1-1里面没有主体的位置 为什么是一个场域的自我装配成一个 把自己本体论化然后结构成里面的本体 是因为知识生产过程 在现代科学这里 在现代科学这里 知识生产过程 它不是由意识来进行的 它是由无意识来进行的 包括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 为什么能在比如说在二世纪初火起来 就是因为当时的科学革命当中发现了 就大量的这个 就是先有假说 然后这个假说提出的本人说不定 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那个 洛伦兹 洛伦兹的齿缩效应 他提 写出的公式跟 爱因斯坦后来写出的公式一模一样的 但是他不理解的东西 但是他就是认这个东西 他第一人称 主观上意识上不理解这个东西 爱因斯坦说理解后面那个公式 也不一定理解 他狭义相当认的时候 也没有理解后面那个广向意义上的公式 包括就是说 数学家在黎曼提出几何的时候 提出黎曼几何学的时候 他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在现实的几何学当中 他对应这个世界本身的一个 几何的一个形状 displacement they don't know 他不 他不 应该是叫做 behavior geometrical behavior 这种形状 这种倾向性的时候 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不知道这个 这个这个 他甚至都不知道这是个知识 或者他都误认了这个知识 啊 那么这个知识的被 就是 知识生产出来 它的有效性 这 当中人类是不理解的 不了解的 是 是挑跃的 是发现 而不是发明 是发现了这些知识 发现了这些过去 这些知识呢 他在人不发现他之前 他本已经在这个整个世界的 自己的不停的生产 创造出这些本体性的物质啊 或者说这些 这些原子啊 粒子啊 这过程当中 他已经在不停的 这个服务系统在不停的在运转 在运作啊 所以他说无意识的过程 他这个系统的服务系统是无意识的 竹笛是剩余的 竹笛是多余的 甚至不是剩余 是多余的 竹笛对他的理解 也永远不能得到彻底的意识 所以这个一纲一啊 虽然是比较庸俗的 但是说啊 他也是必要的 现代科学要发展 或者他的做题阶段 要积累那么多不一致性啊 就我们用库恩的科学革命说 科学革命说 科学发展有两样过程 一个是科学革命 还有一个就是 这是一个灵界变化的一个状态 到平静期开始发生变革 还有一个状态 现在就做题阶段 做题阶段呢 做题阶段 他需要大量的这个科学从业人口 来进行一杠一 把自己主理性消敏掉 然后无意识去让这些系统自己跑 跑出来的结果就认 认了之后 做题阶段会积累大量的不一致性 他里面会有各种各式各样的冲突 也就是你可以理解科学工作者很多 实际上他对于他的理论体系的生产 说的那些产物结果 那些定理定律 到底是什么意义 到底在本体论上是什么意义 到底是具有什么样的宇宙发生学 或者说各种什么就是 意志性他者发生学机制 或者他怎么样 他有没有更深的本体论的那个意义 他们都不反思的 因为因为现代科学生产的主要方式 最主导的方式是靠无意识来生产的 所以这些1-1的人可以看的是科学知识生产当中的主奴辩证法的奴啊 他生产知识 但是知识的所有权被天才给被这个科学革命阶段的一些天才给拿走 拿走就跟古代亚里士多德的时期奴隶主啊自认为有知识 实际上他的知识呢大量也是有这些1-1的这些劳动者啊 那个时代的1-1是应该是信仰神话啊 类似的反正信仰一种意识形态 然后就是无脑的去把里面的一些规则 一些秩序推到极致 然后出现不一致性不一致性 然后再被他的统治阶级给他专题化的去讨论去探讨 所以科学时代论的那些人啊他实际上是值得被争取的 因为他们实际上由于他们是1-1啊主体性是被压抑的状态 或者是被自己也把自己当成是整个这个科学生产过程当中的一个带定价的劳动力啊 这是个操制人手人为刀组他为鱼肉的一种状态啊 也蛮可怜的 一般大大科学家不可能是大科学家是已经是二字头了 那么就在这个生产规则上他是一个master slave master the master of slaves 啊这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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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位啊 所以他们基本上二二字头 古希腊或者说就是古代前现代人类的那种统治者的那种那种地位 只不过他们就是局域化局部的处在这个知识生产体系里面实际上 我其实很纳闷就是人类都已经21世纪 但是在知识生产体系里面竟然还是一个奴隶值 我觉得就是说我没什么多可说的 我没有什么多可说的 因为他好像就是说哦那只是一份工啊 你就说哦呀让天才人物去发现真理好了 就普通人只要去做做题阶段积累他的不一致性啊就可以了 whatever但是你的命只有一次你这一辈子你就甘愿做一个1-1啊 那就生命只有一次啊 那就当个螺丝进去算吧 我没有多说的 对于这个体系我没多说的 我只要说就是为什么1-1会有 他是由于从迪卡尔那边开始的 无意识主体他具有生产力啊 无意识的符号系统他具有生产力 生产能力 知识的生产力 啊 就是现代科学起点是迪卡尔 那么更确切一点是迪卡尔的那种把数量关系数觉的关系给他 最低限度本体论话就在纸张上变成一个信号系统变成一个场嘛 稳固的信号系统共识应的一个场 这是符合我们在三纲四里面啊 对于法学的一个把握的啊 这个结论是拉康说的啊 这结论是拉康说的 拉康说的 拉康说的 就是这些点这些point这些点还有这些线 还有这些这些指针呢这些东西 他们就是乞讨一个就是为科学革命啊 为整个现代科学的蓬勃发展做好最后准备啊 做好一个最后的一个准备 符合学生的准备 符合学生的准备啊 就是坐标系其实是更了不起更了不起啊 他就讲到这里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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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